一本続就在這裡 就是在國際投顧103年金管投顧 幸福幣你還在現任人物 新聞 les 李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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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直播了嗎 你讓一張給我看 是不是 哈囉 你要怎樣 你要擺在背板嗎還是怎樣 沒有 他說要錄直播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圈子 那是絕對 還有這個 這個是項目 但是可能我覺得效果會不會台詞太像 所以我桌面不會入鏡嗎 會啊 會喔 那我的小超就 還好啦 沒關係 小超 有健康的身體才有健康的生活 尼揚扣專業醫師線上註者 讓你以健康零距離 我要帶嗎 現在時間十一點零七分 歡迎收聽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早上十一點到十二點的明映安扣節目 我是詩瑋 在我們今天現場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的嘉醫科醫師 我們要來歡迎的是吳戴穎醫師 醫師早安 詩瑋早安 各位電視各位 聽眾朋友 聽眾朋友 還有我們FV看直播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好 我們把醫師弄得有點火了啦 因為呢我們今天呢 在News98電台啊 我們明映安扣節目有進行現場直播 所以呢 除了歡迎你用收音機呢 來收聽之外 也非常歡迎你可以上臉書 搜尋News98官方粉絲團 就可以找得到我們的臉書的直播了 歡迎你一起來加入我們 然後呢 今天呢在節目當中呢 我們也會跟大家討論 有關於成人健檢呢 跟癌症篩檢方面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好 謝謝我看到畫面了 哈哈 我們要請醫生坐進來一點好了 來來來 可以跟我坐近一點 好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要來跟聽眾朋友呢 聊聊的是有關於成人健檢 以及癌症篩檢的部分 聊到這個話題呢 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知道嗎 每個月呢 你所繳交的健保卡 健保費呢 裡面其實有一個部分當中呢 有一些是你自己的權益 你絕對不要忘記囉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年滿四十歲 未滿六十五歲的 可以來做成人健檢 對不對 是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跟我們 稍微做一下說明 好的 我們在全民健保下 有免費的 可以在前面 這邊 好好好 OK 有免費的成人健檢 那他的資格是這樣 只要年滿四十歲到六十五歲 每三年可以做一次 那六十五歲以上的呢 那就是一年一次喔 所以六十五歲以上 還叫成人健檢嗎 是啊 我們現在六十五歲 已經不算老人了 不算老人了 好 所以我不曉得 聽眾朋友這邊 可不可以看得到 看得清楚我們的補助方案 在我們的定期健檢 成人健檢當中呢 適用的是 具有健保身份 而且符合健檢資格的民眾 那呢你必須 首先你當然是一定要有健保卡咯 然後年滿四十歲以上 未滿六十五歲者 每三年可以補助做一次的成人健檢 那六十五歲以上者呢 每年可以補助一次 六十五歲每年就補助一次 那如果說是有罹患小兒麻痺 而且呢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上 則是每年都補助一次 這個是全國通用的準則對不對 是啊如果您有原住民身份的話 五十五歲以上就可以做咯 哦哦下面還有啦 咖咗五五十五歲原住民身份的話 是每年都可以補助一次 但是呢 我们每次在讲到这个成人健检的时候 这其实是你持的健保卡 满40岁就可以每三年做一次 那我们今天呢 有把这个版本放大 来做一个说明 这是两面都是是不是 两面都是吗 是两面都是成健的项目 所以如果你到医疗院所去呢 你说你拿出健保卡 说你要做成人健检 他第一件事情呢 会先帮你用健保卡来筛检说 你是不是已经有做过成人健检了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做成人健检的话 接下来你要填写的就是这一项 是 那下面是不是简单的来帮我们做一下介绍 好的 我们成人健检的资格 只要年减年就好 所以不用说我一定要满 比如说40岁才能做 没有我们当年就可以做了 你是说我35岁有5个月我也可以做 可以的可以的 39岁 39岁有5个月我也可以做 用年来做计算 不用10岁制就对了 OK好 那在项目的方面 跟大家做一个简介 然后大概我们一般人非常关心的 我肝脏好不好 我肾脏好不好 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三高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我们都会做一个筛检 然后呢 还有所谓的代谢症候群 我们会做一个这样子的统计 然后还有我们的尿蛋白 因为尿蛋白它代表的意义是肾脏的早期受损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也会做一个检查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生活形态 以及病史的询问 比如说有没有烟酒冰 那有没有乖乖的做运动 那有没有咳嗽超过两周呢 为什么是两周 因为一般的感冒 它的正常病程通常不太会超过两周 了解 那我们超过两周以上 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比如说肺结核 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些疾病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忧郁症的筛检 那有医师的理学检查 那大致上 同时我们通常在执行成人健检的时候 也会搭配免费的四癌筛检 四癌筛检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现在讲成人健检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冷气可以帮我调冷一点吗 有点点热 这个四癌筛检的 感谢 本人热血沸腾啊 我们在聊到四癌筛检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上面呢 首先会先量的是身高体重 跟腰尾的部分 还会帮你量血压对不对 同时会帮你算BMI值 那另外呢还会量视力 视力左右眼的视力 也都会做检查 同时呢还有颈部 颈部会检查 说有没有一些怪怪的淋巴 总大的部分 因为这也都有可能是 领巴结的 假装腺结结或者是 领巴腺结结的因素 都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好 然后还有一些 胸部呼吸啦 是否有异常 那接下来呢 还会检查的是尿蛋白 尿蛋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有关于肾功能的部分 会做一个很详细的检查 是 这个是具有指标性的项目吗 是 如果说有尿蛋白 我们这样定性检测出来 有阳性的情形的话 建议要回诊到医疗院所 做一个定量的检测 就是我们要算说 是否确实有尿蛋白 那有没有到一个 需要关注的程度 那它若有的话 即使我们抽血验出来的 肾功能是正常 还是要很小心很留意 可能有一个 肾脏早期受损的一个情形了 哦 了解 好 那个我们卫生局的同仁 可以请坐吗 站在那里好像在罚站一样 好 所以就是呢 尿液检查是检查尿蛋白 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还有饭前的血糖啊 为什么这里没有 凉饭后的血糖呢 因为通常其他的项目 比如说三酸甘油脂 它是需要控肤的 所以我们成人鉴检 其中之一的注意事项 就是建议抽血前 要空腹八小时 好 那空腹八小时 所以我们就是用饭前血糖 来做一个检验值 那饭前血糖 其实也是一个糖尿病的 诊断标准之一啦 反而饭后血糖不是这样子 所以饭前血糖 比饭后血糖 还要来得更重要吗 以诊断标准而言 通常饭前血糖 我们会视为糖尿病的 四个诊断标准的 其中之一 OK 那饭前血糖 大概要多少到多少之间 才算标准呢 如果完全正常 我们会希望是在100以下MGDL 那如果说是超过126 而且复减确实也都超过126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民众可能有糖尿病了 那如果100到126呢 我们会觉得说 他所谓的空腹血糖过高 或者说也可以称之为 视为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可能性 好 所以这边的话 除了会量饭前血糖之外呢 他同时 因为我刚刚看到这个板子 看不太清楚 我可能直接念给大家听好了 还有这个总胆固醇 跟三酸甘油脂 这个部分的话 他也是在测量我们的血脂嘛 对不对 还有高密度胆固醇 跟低密度胆固醇 所以这个通通都会量 这四项全部都是跟血脂有关系的 是我们高密度胆固醇 会做一个直接的测量 那低密度胆固醇 它有公式可以做一个计算 好 所以这三个 这四个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的聊一下 它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性相比较起来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好的 包括总胆固醇 高密度胆固醇 低密度胆固醇 以及三酸甘油脂 就是我们民众俗称的血脂肪 或者台语的汇油 好 那我们就想象啊 我们那个厨房的流理台的水管 如果你整天倒很多的猪油牛油下去 它是不是很快就会堵塞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血管就像我们的流理台的排水的水管一样 如果说你整天在里面流动的血液 是非常非常油的 然后那个胆固醇是很高的 那过不了多久 它就会很容易阻塞 再管壁机厚厚的一层这样子 那最严重的影响就是我们会担心说 如果堵塞到心脏的冠状动脉 那最严重有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 那如果堵塞到脑血管的话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梗塞性的脑中风 了解 所以它这个总益堵塞的到底是肿胆固醇 还是三酸甘油脂 还是两个都会啊 以临床上的意义而言 我们会觉得最重要 我们最需要去治疗它 处理它的是所谓的低密度的胆固醇 也就是坏的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当然相对重要性也是有的 但是在临床上 它的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没有像 总胆固醇或低密度胆固醇 这样这么的临床上这么重要 所以低密度胆固醇是最重要的 是是 所以这四项当中 第一个要先看的是低密度胆固醇 然后再接下来试试看三酸甘油脂吗 再下来的话 其实我们是会同步做一个评估 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 总胆固醇可能是治疗的首要目的 那至于高密度胆固醇 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治疗方法 要靠生活形态来保养跟维持 那至于三酸甘油脂呢 什么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呢 对啊 就是说当它一旦超过四百五百六百 甚至好几千的时候 它标准是多少啊 它标准完全标准是一百五以下 那四五百很多耶 是啊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 真的就要很积极的处置了 好 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除了这个总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之外呢 另外还有要抽血验 GOT GPT 这个也是甘指数上面 最常见到的一个测量的标准 GOT GPT高的话 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 好 GOT GPT或者有就称 AST跟ALT 就是我们常说的肝功能 就是说肝是不好 理性就是欧白 就是讲这个GOT GPT 那GOT GPT升高 有很多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是程度轻微的升高 在现代人最常见的其实是脂肪肝 那就是跟 好啊你说 你学高 肚子大的人 可能肝指数也会偏高就是了 是不是 有机会 好 所以你说有脂肪肝的人 也可能造成GOT GPT的偏高 是 好 那还有呢 如果说它再更高 还有一些可能性 譬如说 酒性性的肝炎啦 爱喝酒的啦 然后还有这个慢性的B型肝炎 C型肝炎啦 或者是说真的高得太离谱 我们要想一些急性的肝损伤 所以这边还要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成人见解有 里面有所谓的加值方案 什么叫加值方案呢 就是说 如果啊 您的年份呢 是在55年次以后 同时呢 已经年满45岁 也就是在今年 我们是在55到63年次 只看到年次就好 不用看到月份的 我们这个年龄族群 同时呢 过去从来没有检测过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B肝吸肝的 我们可以做一次的 搭在成人见解里面的 一个B吸肝的检测 可是这是要年满几岁啊 这是要年满几岁 这是要年满几岁 要年满55岁 就是55年次以后 同时年满45岁 什么叫55年次以后 年满45岁 那年满45岁 然后同55年次 现在108年 108年几55年次 那是几岁 大概是53岁 45岁到53岁之间 那就是一定是55年 55年次以后 55到这个62 那我混了 我听不懂什么意思 那我们大概就是63 55到63 这八年间的人 55岁到63岁 55年次到63 不要管年次讲年次 不会算啊 我们归回了 45岁到53岁 45岁到53岁的人 才可以 我以为是40岁的人 就可以去做免费的B肝跟C肝的检测了耶 它这个是属于价值方案里面的 所以它的规定 所以每年要再重新check一下 因为它的规范每年会就多一年多一年这样子 所以今年是指45岁到53岁 53岁的人可以来免费检测一次 你有没有B肝跟的代源 对不对 那45岁以前的人跟63岁以后的人 都是变成要自费检测了 如果有一些病史或者主观上已经有一些不舒服跟症状 倒是可以用健保看病的这样子的就医行为来做一个检测 了解 好 那除了呢 检验有没有B肝跟之外呢 哇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跟刚刚我们讲到的肾非常有关系的 也就是尿液的检查当中 我们会检查的是这个尿蛋白的检查 对不对 那如果是在肾脏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会检查的是 基酸肝以及肾丝球过滤率 这两个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下介绍 好 那基酸肝呢 就是我们平常比较习惯听到的所谓的肾功能 一般民众会觉得基酸肝尿素蛋 所谓的B1Creatinin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肾功能 但是这样的计算是比较没有那么精准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更精准的 掌握我们的肾功能 我们通常会在用公式计算一个肾丝球过滤率 那叫做GFR 那这样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准确的一个肾功能的一个指数 OK 所以这个算出来的话是可以多准确的看清楚 你的肾功能到底好不好呢 这个它算出来会是一个数值 那一般而言通则是60以上且没有尿蛋白的话 那大概就是一个可以OK的健康的肾 那如果60以下就要非常的小心了 那反过来你如果超过60 但是呢有蛋白尿的话 那可能还是建议再进一步的检查 所以在这个成人渐渐当中 它最后当然还会帮你一些做一些健康的咨询 比如说问说你有没有抽烟 然后呢有没有喝酒 然后有没有吃槟榔 有没有规律的运动 以及维持一个理想的体重跟健康的饮食等等 我跟你讲下次不要再做 都会反观 然后呢以及口腔保健等等 所以呢我想像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 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呢 在做身体的健康检查上面呢 可以更加的重要的 而且呢这个检查出来的话 总体来讲的话 会帮你量到血压 血糖 血脂肪 也就是三高通通都有了嘛 对不对 还有另外呢肾功能肝功能 代谢症候群也通通都有了 还有B肝跟C肝 所以这等于是在健康检查当中 最基本最重要的项目都有涵盖在里面 只要你满40岁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了 是 OK好 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来拍镜头 医生可能那个 有没有再更活泼一点 可以啊 因为我上次讲不到一个小细的东西 对对对 那给我可能待会稍微讲一下 就是不用这么的温柔 就是太温柔了 可以再更活泼一点 再更活泼一点 才会有收拾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讲到好 听脚症与美学生 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广告时间没有办法关 但是一样就是更活泼一些 才让大家更了解说 为什么要做这些检查的重要性 甚至你可以举一些的例子 对对对对 不用太温柔娴熟 攻减大家 好 这样我就觉得很绑手绑脚的不太习惯 OK 所以我们可以更活泼一点 这下是看得到影像 然后听不到声音 听得到声音 他们现在也听得到声音 对对对 身心障碍的人在十十岁以前去见解有减免费用吗 这个本身就是免费的 四十岁以前 以前 四十岁以前 他没有符合 他只有 就是小儿麻痹 张好写的 他就是 没有 四十岁以前 除非你是 他符合的 除非你是 小儿麻痹 小儿麻痹是几岁 小儿麻痹35岁 那其他身心障碍都没有 好 就是可以再放更开来一点点 好 对对对 那我等一下稍微带到一下我们 见解最推进的几个族群 好不好 讲年次主持人不知道自己几年次吗 我知道啊 可是我不晓得几年次的人几岁啊 对要换算啊 对啊 把它换算过来 所以我们等一下今天直接讲几岁啊 宝宝要讲几年次 对对对 现在时间十一点二十六分 欢迎回到明阳课节目现场 我是诗蔚 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医生呢 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仁爱院区家医科的吴代颖医师 跟听众朋友呢 聊聊有关于成人见见呢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会说 啊我舍不得花钱去做健康检查 或者是会觉得说 哎健康检查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在你每个月呢 的薪水当中被扣走了 这个这些的健保费用呢 除了在你有需要去看医生 然后健保给付相关的一些费用之外呢 事实上只要你年满四十岁了 在全国哦 不管是任何一个县市呢 你都可以带那张健保卡 然后来做相关的一些成人见见的服务 而且是成人见见的服务呢 是四十岁到六十五岁嘛 对不对 然后刚刚我网友呢 应该是Cindy吧 说讲几年次主持人不会换算吗 对我不会换算 我们直接讲几岁比较好不好 讲几岁大家比较清楚哈 四十岁到四十岁以上未满六十五岁的是 每三年可以补助一次 那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就不用做检查了吗 不是不是 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呢 是每年可以补助一次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有罹患小儿麻痹 而且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的话呢 就是每年可以补助一次 五十五岁以上的原住民呢 也是每年补助一次 所以五十五岁以上比平常人六十五岁以上 来得更早十年啦 对不对 这个是以上的一些的标准提供给你做参考啊 那网路上有听众朋友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今天呢 明阳寇在现场有直播 所以非常欢迎你可以上脸书 搜寻news98官方粉丝团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的现场节目了 那刚刚有人在下面问说 如果是未满四十岁 但是有身心障碍者 或者你有什么重大伤病塔的人 他去做这些的检验 会有减免的费用吗 他如果未满四十岁 原则上可能我们还是要满了四十岁以后 才可以做 那成人健检本身是免费的 那除非说有些医疗院所 他可能着手挂号费 不过检查本身是免费的 但是只有小而麻痹的才有三十五岁以上可以去免费 其他什么一些失障朋友或身障朋友 并没有这样子特别的免费的待遇 对不对 所以这个标准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清楚的概念 另外要来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在讲的这个年次 是讲的是有关于年来算就可以了 年减年 比如说你现在你想要去做检查 你是三十九岁一个月 还未满四十岁的话 可以做吗 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的 千万不用担心 那另外也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 做的检查项目有哪一些 再次跟您来做一下说明 比如说他会检查身高体重 还有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的腰围 两腰围 还有身体的质量 BMI值 以及你的眼睛视力 还有颈部的检查 看你的喉咙这边 有没有一些异常的淋巴肿大 或者是甲状腺节节 还会做一些胸部的检查 听一下你的呼吸 跟听力的检查 另外尿液检查就是检查尿蛋白了 尿蛋白的这个部分呢 是搭配血液检查当中的检查 基酸肝跟肾丝固粒率 这些都是检查肾脏功能的 是 好 那另外检查肝脏功能的是哪几项 GOT跟GPT这两项 而且医师刚刚有讲到 如果那个肚子大大肚子有脂肪肝的人 鲑鱼肚啊 啤酒肚啊 泡肤组啊 这种要特别注意 也都容易会湿肝 只是比较偏高的 比较容易有脂肪肝 OK 好 那脂肪肝也比较容易造成肝指数偏高 是 OK好 另外呢 还有讲到的是 我们同时呢 也会帮大家验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冬天到了 心脏科方面的疾病 有没有 很害怕就是说 会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脑血管的疾病 所以像 总胆固醇啊 三酸肝油脂啊 高密度胆固醇 然后低密度胆固醇啊 这些通通都是会算在里面的 好 还有饭前的血糖 饭前血糖 比饭后血糖重要多很多 通常我们会优先 饭饭前血糖 好 另外呢 也会来帮你询问一下 比如说 你有没有抽烟食啊 有没有槟榔食啊 有没有规律的运动啊 正常的体重啊 这些也都是会来做询问的 另外如果你是 从来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BC肝的患者的话呢 只要年满45岁的话 45岁到65岁 每一年都 每一生可以检查一次 对不对 一生可以检查一次 一生可以检查一次 好 这是帮大家来做的说明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到的是 那个四大癌症筛减了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也是你 每个月交进保费之后 可以享有的权利 是 所谓我们的四大癌症筛减 我们有一个口诀 就是所谓的大乳口子 什么意思呢 大小的大 大肠癌的大 乳房的乳 乳房是 然后口腔的口 口腔癌 然后哪个脂啊 子宫紧某片的脂 大乳口子 对对对 OK 然后它的规定 大概就是 每个都有不太一样 比如说大肠癌 我们会希望50岁以上到75岁的 两年可以做一次 大肠癌的方便筛减 那这个呢 我们的主要的目标族群 是男性 为什么呢 因为男生常常都不注重 自身的健康 然后常常都很久都没有厌 所以等到男生发生 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常常都会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男女都要做 但是我们希望男孩子 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 多多来做一个 大肠癌的筛减 很多人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你刚刚说是几岁到几岁可以做 50到75岁 50岁到75岁 每两年一次可以做 粪便的前血检查 很多人对这个粪便前血检查 会有两个很大的疑惑 第一个疑惑呢 就是请问 粪便前血检查 它检查出来的准确值高吗 然后第二呢 那为什么我不去 直接做大肠镜就好 我要来做粪便前血检查 我觉得这是一般民众常有的一个疑惑 我们请吴医师跟听众朋友回答一下 好的 来我们这个大乳口子 四大癌症筛减 它是一个筛减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确定的诊断 我们要用比较高的敏感度 把我们可能有疑问的民众 先抓出来找出来标记出来 再进一步才是做确定诊断 那确定诊断 通常就是要做全大肠镜 那不是任何其他检查 我们推荐就是要做大肠镜 至于它的准确性呢 我们是希望它的敏感性可以越高 宁愿这个 错下100不要漏失一个嘛 因为如果漏失一个 变成大肠癌就很不好 那所以第二步的确诊 才是确定的诊断 我们来做大肠镜 那民众有一个迷思就是说 我这个验出来 我本来就有痔疮出血啊 那验出来有血那这个应该是痔疮 就不管它 应该是痔疮的血吧 可是实际上的情形是 很多人他是外面痔疮流血 可是里面还有息肉 所以如果没有做大肠镜 我们就会去miss掉那个息肉 就不好了 所以大概每一半的大便有血的人里面 他一半的人里面 他可能是有息肉的 那大概差不多每20个人里面 他可能是有一些爱前病病 甚至是大肠癌的 所以我不但鼓励大家 一定要做分辨前血 那同时呢 万一出来是阳性 不管你有没有痔疮 建议还是要做全大肠镜 才安全 也就是说呢 如果当你检测出来的结果是阳性 阳性的意思就是说 来带五血啦 就是里面有血的意思的话 不要轻忽 不要想说 这一定是我痔疮的关系 或刚好我生理期来的关系 这个其实只要再去做一次检查的话 对于自己都是比较大的一个保障啊 好 所以呢 这是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 不过如果说你自己比较担心的话 你不想做大便前血检查的话 你直接要选择去做大肠镜 也是可以的啦 这也是一个选项 对 但是大肠镜毕竟它是侵入性的检查 那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了 他有一些慢性方面的疾病 那或者是说呢 他对于说要麻醉这件事情 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的害怕 那没有关系 我们先做 大便前血反应 那先从前血反应做起 它的准确度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好 不是鼓励说大家都一定要一窝蜂的 一定要去做肠镜才可以啦 我们先做份便筛检 而且医生我们一定要来做大肠 我们一定要来做大肠癌的筛检的原因 是因为大肠癌 它其实是国内发生癌症的第一名 对不对 依旧都还是居高不下 是 它是十大癌症里面的前三名 不管是在台北市 或者在全国都一模一样 发生率哦 发生率哦 就是非常明夜前茅这样子 对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轻忽了 那除了大肠癌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你第二个讲到的是乳 也就是乳房的意思 乳癌 在我们女性朋友啊 它就真的是发生率的第一名了 女孩子的发生率第一名 而且呢 我们台湾的女孩子啊 的乳癌有一个特性 就是发生率 发生的时间 会比国外白人那边 会更早个五年十年 可能四五十几岁 就是好发族群了 所以呢 只要年满四十五岁 到七十岁的女孩子 女性朋友 我们建议都要两年 做一次乳房摄影 大家这边要注意 就是说 我们筛检啊 做的是乳房摄影 不是做超音波 很多人有这个迷思 可是呢 你真正要找到乳癌 要看到钙的话 我们还是必须要靠乳房摄影 所以建议 也就是S光 是 常听到S光 对乳房S光 就是那用压的那个 所以你再说一次 是几岁到几岁 四十五岁到七十 两年一次 四十五岁到七十岁 每两年一次 对不对 有人说呢 在医院的S光机 跟那种外面巡回 去做的乳房 筛检的车子的S光机 有人说 做出来的结果 会不会有差别 会不会在医院 做的比较准 然后做那种 巡回筛检车 比较不准呢 真的有人有这样的疑惑 确实会有这样子的声音 我们当然期望就是 不管你是在医院定点做的 或者是乳房摄影车 巡回到社区做的 他们筛检出来的比率 是相当的 毕竟他的标准操作流程 所谓的SOP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那也是由合格的放设施 来执行 那乳房摄影 万一阳性怎么办呢 拜托大家一定要回诊 千万不要轻忽 因为现在乳癌实在是 发生率太高了 刚刚我讲到的大肠癌 是那个发生率的第一名 对不对 但是在女性癌症当中 发生率的第一名是乳癌 所以还是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一定要去做检查 而且呢 这种巡回的S光车 跟去大医院做检查 都是一样的 没有太大程度的差别 理论上应该是相当的 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口腔癌了 口腔癌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健碱的成人健碱当中 会去问大家有关于 你有没有抽烟啊 有没有喝酒 有没有吃槟榔 也是有关系的 是 而且呢 这个烟酒冰 除了大家会直接反射想到 口腔癌肺癌之外 跟我们现在很夯很红的 食道癌 也有直接的相关 哎呦 都说一点都说一点 好 那基本上你要预防 不管是口腔癌 食道癌 或者甚至是胃癌 那有三个配方啦 无烟 无冰 然后呢 少酒或解酒 这样子 那 烟冰呢 不抽烟不喝酒 不抽烟不吃冰朗 少喝酒 是 灼亮 灼亮 OK 这些是最好的 烟冰是一定要借的 那我们呢 如果有抽烟 或者有脚冰朗的民众 那大概三十岁以后 两年可以做一次 口腔粘膜 全面性的检测 那如果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 满十八岁以后 就可以开始做检测了 十八岁以后就可以了 是 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抽烟 或吃冰朗的时间 比别人都早一点点 所以他十八岁 年满十八岁 就可以来做这样的检测了 是 不过远比筛检 更重要的是 要试着努力的借烟冰 OK好 那正常一般人的话是几岁到几岁 如果你无烟无冰的话 那你很safe 那我们就一般性的 牙科定期健检就好了 就不用特别做口腔癌的筛检 OK 那如果有烟有冰是三十岁以上 三十岁以上 好 另外最后一项检查呢 是子宫颈抹片检查了 子宫颈抹片检查的话 这个也请医生来跟听众朋友 来做个说明 好 子宫颈癌 早年在我们台湾 真的是盛行率或发生率都很高 好 那近年来因为子宫颈抹片算是 推的卓有成效 所以慢慢的稍微比较趋缓了 好 那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三十岁以上 有性经验的妇女 前提就是可能要有性经验 那我们会建议一年一次 然后没有年龄上限 跟口腔癌一样 就是可以一直做这样子 就是他完全没有年龄的上限 对目前现行的规定是这样子 每几年做一次 一年可以做一次 一年可以做一次 子宫颈抹片检查 我觉得现在的医院都是非常非常的贴心 常常去各大医疗院所 就算你只是去看一个感冒 去看一个过敏 但是最后你在结账的时候 你还是会拿到一个单子 然后通知你说 XXX小姐 你有什么什么检查还没有做 提醒您可以免费做 然后可以到哪一科哪一科去做 现在政府的这种提醒的措施 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对 对而且我要跟大家就是宣传一下 我们台湾真的是做得挺不错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世界卫生组织WHO 他推荐有四个癌症 一定要筛减 它是最有证据力的 最有效的 是哪些呢 就是我们的大乳口子 那台湾几乎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用政府用全国的力量 来推广这样子的癌症筛减的 其实他没有国家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台湾的群众 真的非常幸福 那什么样 那回到我们刚刚的成人见解 那什么样的族群 那会最需要最需要成人见解呢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大概我把它分成五大族群 好 那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不用不爽心 就说他想要 想要做一下这个免费的见解 他免费他一定要做 就是有什么好康的 要赶快去抢一下来做一下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嘛 因为每个院反正你都会被扣到健保费用 然后有些人身体又很健康 因为不一定是常跑医院的 那你就赶快趁这个时候拿着健保卡 对我要特别提醒你 如果你要做成人见解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携带你的身份证 跟你的健保IC卡到健保的特医医疗院所去 而且呢最好要先空腹八个小时 因为我们要测血糖嘛 对不对 半前血糖 所以至少要空腹八个小时哦 好 那再来呢 第二个族群呢 就是所谓的病入膏肓型 什么意思 我全身都有病三不 我几身腹背 来我们先做一个整体性的 成人见解 了解你整体的健康状况如何 搞不好三高全部都是红字这样 也搞不好很正常这样 好 那第三个族群呢 就是紧张大失行 什么意思 就是我全身都很健康 都没病 可是我超紧张的 我就觉得我全身都有病 好 OK 你先来做一下成人见解 至少你肝肾三高 我通通都知道了 然后呢 第四个族群呢 是所谓的健康宝宝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超讨厌医院 我超不喜欢医生 我跟医院绝对不要有瓜葛 从不上医院 然后健保卡 永远那个A1还没读的那种 我身边真的有这种人耶 对 一直撑的那种的 所以你只要去这一次就好了 对不对 对 你就三年来一次 或一年来一次 就这样就好了 好好好 这健康宝宝型的 也可以考虑这一种 然后第五行 是最重要的 非常重要 大家听仔细了 我家没前行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今天 有经济上的困难 生活困顿 那健康是不是 你最重要的资产 是的 所以这种族群 越没有钱的 越穷困 越需要健检 这个是某健检中心 某医学中心健检主任说的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就跟我们买保险一样 当我在生活困顿 有很多生活危机的时候 我们最需要的事 其实就是健康 所以请你一定要来做 三年一次 或一年一次的成人健检 这个我觉得最后一点 医生讲得非常的好 因为有时候一个家庭里面 不是只有一家之主而已 有时候可能你还要顾小孩 然后顾年长的爸爸妈妈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想要生活赚钱 就已经是相对来讲 比别人更辛苦的话 那身体更是要顾 才有可能可以照顾全家人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符合以上 这五种条件的人 都反而更加鼓励 你要来使用成人健检 是的 你的健康不只是你的健康 你的健康是全家人的健康 好了 有点我家就是你家的感觉 年满四十岁以上 未满六十五岁的人 每三年可以补助一次 还有每六十五岁以上的人 每年可以补助一次 这个也是没有下限的 没有上限的 对不对 六十五岁一直做到你 离开人世为止 这样子都是可以做的 好 所以这是提供给听众朋友 来做的参考了 我们就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先进一顿广告 AI人工智慧趋势大爆发 各行各业越用越多 潜在商机难以估计 您的投资不能没有AI 第一金全球AI人工智慧基金 精选全球顶尖AI技术公司 从最源头完整掌握投资机会 让您轻松参与AI产业的投资趋势 快找AI基金专家 第一金投信 0800-005-908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 然后等一下再 等一下再帮大家把问题澄清一下 免得大家有点混乱了 对 逼干 有没有可能有逼干 然后干功能检查正常 也是有可能啊 对 怎么了吗 刚刚刚往后有点不稳定 怎么了 有点上了 没有问题 不两段了吗 没有没有 同一段还在同一段里面 好 尿液检查都在抽血完后才做 我超超作家教你怎麼吃 可以成為一萬人 只能喝水喝到有感覺 那是你們醫院的人是不是 他是衛生局的工作人員 一敲這個是衛生局敲的 這個我會請他們再改進一下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所有的資料都是這樣子 都一定會遇到通常的問題 所以剛剛林醫師是不是以為是他要來對不對 對他以為是今天 然後他在路上嗎 他我沒有問他是不是在路上 然後我就跟他說不是今天 然後他說那是因為哪天 我說那因為 我下節目再打給他 對我說斯文家訪問他給他 好好好謝謝 謝謝謝謝 現在時間十一點四十七分 歡迎回到明陽科節目現場 我是詩瑋 我們在今天節目當中呢 邀請到的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人愛院區 嘉義科的吳黛穎醫師跟聽眾朋友呢 聊聊各種有關於成人健檢 以及4SI檢方面的問題 非常歡迎聽眾朋友呢 可以同時同步上臉書 Social News98官方粉絲團 就可以看得到我們今天的現場的直播了 我們今天呢在現場有在臉書上面直播 也有在廣播當中呢 播放了希望可以讓更多聽眾朋友 可以一起來參與 那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 我到底是幾歲才能檢查BC官啊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我看到網路上面聽眾朋友 可能應該是我的口誤啊 一定是我的口誤 所以我們趕快把正確的告訴大家 好我們再澄清一遍啊 今年即將滿45歲到53歲 這幾年間的今年即將滿 所以你即使你是12月31號才要滿 也沒有關係 45歲到53歲間都可以來做BC官的檢測 45歲到53歲 一輩子可以檢驗一次BC官 對不對 好所以呢是45歲到53歲哦 那超過53歲就不能檢測是不是 目前的規定是這樣 OK好先先把它用在那個最最需要的族群身上 好所以是45到53歲哦 千萬不要弄混了 然後另外呢 網路上也有張豪提說呢 是不是尿液檢查都是抽完血之後才會做 因為呢 有時候如果在做尿液檢查 尿不出來的話該怎麼辦 那是不是只有喝水喝到有感覺在做 好很棒的問題哦 對一般通常都是先咽血再咽尿啦 那尿不出來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如果是抽血的空腹 我們是可以容許喝一點點白開水OK的啦 沒有說完全一口水這樣 口乾舌燥到不行都不能喝 沒有這樣啦 什麼時候才要連水都不能喝 比如說你要做腹部超音波 那個可能就是建議連水都盡量不要喝 但是以成建的項目而言 白開水少量的是可以容許的 OK好 但是如果說真的是要咽到尿液的話 那等於是抽完血之後再喝水喝到你有感覺為止 可以可以 好OK好 這是一個方法 好這是提供給你 那請問H李明輝先生問說 請問有大腸息肉是否大病一定會有前血反應呢 好問題 好 確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息肉的出血常常是間歇性的 所以表示說你有的時候可能抓不到 剛剛你咽那一次的時候他就沒有出血 他出出血然後停一下出血停一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一次見檢不代表一切 你兩年後還要再復檢一次 那大部分的息肉通常都會出血 但是也是有機會剛好你咽的那一次他就沒有再出血 所以我們要反覆的受檢這樣 好OK 所以多次的受檢比較能夠避免這樣子的意外發生 另外前面還有一位是王小慧小姐問說 請問視中性球高淋巴球低是身體有狀況嗎 這是什麼意思 他指的是白血球的分類 不過這個不在我們成人見檢的項目之類之間 那我從現在我們朋友提供的資訊判斷 他有可能是當下有一個小小的感冒 那如果有一場建議 後續還是回醫院灌門診做一個復檢 OK好 這是回覆你的問題 也歡迎聽眾朋友可以扣運進來 我們的扣運專線是83693398 83693398 歡迎打電話進來就有關於認可 就是今天我們所聊到的有關於成人見檢的部分 跟4SI檢的部分 都非常歡迎你可以打電話進來 請叫我們的吳戴穎醫師 83693398 83693398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我們的臉書上面留言 我們都盡量的可以來回覆你 首先先來接劉先生 你好劉先生 請問兩位小姐 嘿 聽說 那個大便篩檢 有一個標準值是50 因為我是老人免費健檢 那小於50都是正常 但是問題我打電話去問 他說你是有20 所以也算正常 但是一般來講是不是0才算正常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要篩選大便的話 以前都是要三天前 然後幾天前不能吃什麼牛肉啦 紅色的東西啦 嗯 現在是不是醫學科技比較豪達 不必再做啦 不必禁吃這些東西 比如說火龍果啦 這些東西 紅色 因為怕混淆 那請問醫生這兩個問題 好 OK 謝謝你 謝謝 好 謝謝劉先生 第一個問題 我們有一個預值 或有一個切點 基本上小於50 大概不用太擔心 繼續定期健檢就可以囉 那沒有說一定要到0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 確實我們的 現在的 分辨的篩檢方法 我們用所謂的免疫法 那免疫法 相較於以前舊的叫做化學法 就是劉先生您提到的 就是說要禁食啦 要挑選食物啊等等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不用化學法了 都是用免疫法 那免疫法有什麼特性呢 就是說 它只對人類的血液有反應 就比較不會受到這些氧化還原反應的 或者是一些食物啊 豬血 鴨血的干擾 所以可以比較放心一點 食物的話就沒有太大的禁忌 好 我們接下來一位是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請教醫師 嗨 我那個口腔是89年的時候 有口腔有做過化療和放射腺治療 現在口腔是當然很乾 那個口腔連膜都很乾 牙齒都有那個連膜乾的話 他要用吃些什麼東西比較好 OK好 嘴巴口腔連膜都比較乾 比較沒有唾液的分泌 要吃什麼比較好 好確實 王先生如果有接受過放療 跟局部的 局部的放療跟化療的話 口腔連膜會有這樣的情形 很乾 那平常我們在保養上怎麼樣去做一個保養呢 真的很乾的時候我們可以含一點酸霉 因為這種酸酸的會刺激脫一線的分泌 好那再來呢 有一些保養品可以用噴的 讓口腔連膜比較不要這麼乾的 當然還有外在你看得到嘴唇 我們可以塗凡士林或者是護唇膏這樣做一個保養 那最重要的是就是燕冰 如果還沒戒就是記得要戒這樣子 好這是回答你的問題 8369-3398 8369-3398 楊小姐你好楊小姐 哈囉你好 醫師 思維小姐你們好 你好 我想要請教 剛才醫師介紹了那個健檢的 成人健檢的項目 我是介於40至65歲 那我想要知道說如果到貴仁愛院去檢查 完了的報告有做一個可以跟醫師見面 簡單的解釋這個動作嗎 還有就是眼睛剛才視力檢查 因為都有建議說要做一些眼底檢查或是什麼 所以這裡可以補充再說明一下下嗎 這兩個問題謝謝 好謝謝你 謝謝 這個會有醫生幫你看報告解說的時候嗎 有這個很重要一個完整的健檢 其實要包含四個部分 第一個除了檢查本身 第二個部分就是要諮詢 那成人健檢這兩個部分都有 那諮詢呢 所以成人健檢的嚴格來說它是兩個階段的 我們希望我們的民眾回來醫療院所 或者我們在社區的場域 要有兩階段的跟醫護人員的面對面 第一階段呢就是咽血咽尿檢查等等 那第二階段我們醫生會做一個講評 那萬一我出國了或我不方便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報告也會寄到家裡面 所以原則上成人健檢是兩階段的一個活動 會有第二階段的這個健檢 然後再來有關於眼底的部分 那我們成人健檢做的是視力的初步的篩檢 倘若視力上有問題不管你是矯正後或者是你是裸視的話 可能還是要回到眼科在散瞳後才有辦法做一個詳細的眼底檢查 所以其實成人健檢的眼睛視力它只是一個很簡單的視力度數的檢查而已 對不對 它並沒有辦法去看到很詳細的眼底的這些部分 對眼底可能會需要散瞳跟花時間 OK好這個就是要找專門的眼科來做檢查了 醫生有人問說胎兒蛋白指數如果是20左右是否偏高啊 胎兒蛋白指數如果20確實是有一點微幅的偏高啦 那可能要先回顧一下有沒有B型肝炎跟C型肝炎的代源的病史 那順便補充一下即便你是B肝或C肝代源 你的肝功能指數也有可能完完全全正常看不出異狀的 那所有的慢性病都有這個特質 就說它完全沒感覺無感 然後等到你發現問題有感的時候已經很嚴重了 就像吹氣球一直吹一直吹 你吹的過程完全無感 那等到出事的時候就已經bo了 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健檢需要篩檢 早期做一個處理的一個情形 如果你沒有BC肝的話 那可能就是定期回診 有BC肝又胎兒蛋白膏建議盡快糾正 好所以最後呢還是要再次的提醒 只要你年滿40歲以上到65歲呢每三年就可以做一次成人健檢 65歲以上呢每年則是補助一次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重視自己的健康 我們非常謝謝吳醫師 我是十五歲 謝謝 欸我們剛剛在講一個BC肝是幾歲 四十幾 四十幾 來四五到五三 45歲到53歲 每一生可以做一次BC肝的檢查 45歲到53歲了 好跟你說拜拜囉 好謝謝 好 關囉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